现在的小伙伴们大多喜欢旅行 而且如果时间充裕的话 小伙伴们一定会特别期待一次长距离的旅行 但是选择长距离旅行或者是出国旅行 就必须要选择飞机才行 说到飞机航线还产生了两个世界之最 那就是最短的航班和最长的航班 世界上最短的航班 可能真正在飞机上的时间 也就一分钟就要降落了 但是最长的航线呢 那就是从新加坡开到纽约的航线 人们要在这架飞机上坐多久呢 可能很多小伙伴们会比较惊讶 这段航线要在空中飞行18小时45分钟 也就是说将近19个小时 如果你也喜欢追美剧的话 可以在空中刷上两击的美剧了 简直有些可怕 这个超长航班要使用的飞机是最新的 空中客车A350-900ULR 这个技术可以说是非常新的 而且相比之前的飞机 还特意提升了一下燃油系统 这样就可以让这架大飞机 在空中不断飞行9700海里 就这样的系统才能够维持 这架大飞机在空中飞行 超过20小时的时间 而且相比之前的飞机 这个超大的家伙 还会给你更好的旅行体验 那就是这架飞机拥有更大的窗户 更高的天花板还有非常好的照明系统 来到这里的游客肯定是来享受的 目前这条航线的机票已经开始预售了 只是价格并不便宜 售价14000元以上 不过对于大多数小伙伴来说 能不能承受这么高的价格都还在其次 主要是这19个小时的飞行 可是吓怕了很多小伙伴们 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已经让人崩溃了 19个小时呢 你坐过多长时间的飞机 19个小时你能承受得住吗